德國總理馬克爾星爺說 最近發生在歐洲的洪災非常之可怕 並且承諾迅速向德國受災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提供財政援助 他說德宇幾乎無法描述所發生的災難 現在全歐洲因水災的死亡人數達到184人 其中157人在德國 當救援人員繼續搜尋失蹤的人的時候 德國南部包伐利亞州一個地區 最遭遇山洪步伐造成至少一個人死亡 道路變成河流 車輛被喘急的水流沖走 靠近奧地利邊境附近的大片土地被泥土掩埋 伯克特斯加登地區的領導人 伯恩·哈德克恩說 他們未有為此做好準備 在星期六情況急劇惡化 幾乎無時間讓救救人員採取行動 警方說 在科隆爾南受災最嚴重的亞克韋勒區 大約110人死亡 隨著洪水退去 預計還會有更多的屍體 洪水上星期三開始 主要襲擊萊恩蘭 柏拉蒂納州 北萊恩 威斯特佛利亞州 和比利時部分地區 比利時的死亡人數達到27人 所有受災的社區都失去了電力和通訊 馬克爾說 各國政府必須在應對氣候變化影響的努力當中 變得更好更快 歐洲提出了本世紀中業實驗 正零排放的一籃子措施 德國財政部長施科爾茨對圖片報說 德國政府說 將會立即提供3.54億美元的救助資金 和幾十億歐元 是用於收復倒塌的房屋、街道和橋樑 他說損失巨大 這點很清楚 那些失去了生意 房屋的人無法單獨壓制損失 比利時計劃在星期二舉行全國哀悼日 在區星期日的水位正在下降 清理工作正在進行當中 但是軍隊被派往東部城鎮佩濱斯特 那裡有十幾棟建築島嶺 以尋找更多受害者 比利時當局說 清潔飲用水的供應也是一大擔憂 清潔飾нения 這一花看看 感谢观看